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何况美国并非是无限量为以色列提供此类武器装备 这次爱国者导弹失策 似乎给以色列敲响了锦钟 终于认识到美军装备并非无敌 还是会发生意外事件 假如并非无人机 而是一枚导弹袭击以色列 结果爱国者导弹却出现问题 无疑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美国白宫方面得知了此事后 直接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前来勘察 寻找失败的原因 对于俄罗斯队伍来说 肯定是个好消息 此前 伊朗S400防空导弹 未响应就足够打脸了 但如今美式武器也会发生类似事件 相信普京心里终于平衡了 而且面对如今越来越严峻的中东局势来说 俄区联军加上伊朗实力强悍 相信美军方面已嚣张不了多久了 俄罗斯队伍